又累又饿 怎么办 嗨 大家好 这里是蒙桶金大帅 上一集我们趴到了小仓鼠 流浪到游乐场遇到了大恐龙 我们这一集小仓鼠流浪 会发生什么事呢 让我们一起看吧 好饿啊 走了这么久 都没找到吃的 太难受了 原来流浪日子这么难过 怎么办 真的好饿呀 流浪到这个城市 人生地不熟的 看样子好像要下雨了 我该怎么办呢 赶紧早点吃的吧 这一路过来也没有吃的 唉 那边有垃圾桶 应该会有些吃的吧 别人肯定有吃剩下的 我来找一找吧 不然我就要饿死了 哪一个呢 算了 就这个吧 这垃圾桶怎么一点粮食也没有 现在的日子都那么难过了吗 嗯 怎么办怎么办 好饿呀 这个也没有 天哪下雨了 肚子真的好饿呀 我该怎么办呢 唉 看看这个有没有 能不能找到一顶好吃的 咦 咦 这里有一个小馒头 看来津津的运气不错 嗯 还有一颗小馒头吃 先把肚子挺饱了再说 没想到流浪的日子这么难过 太想戏了 咦 这里有一封信 妈妈 我爱你 妈妈 妈妈 我再也不惹你生气了 妈妈 我想你 一名紧一般 花小小 简大帅 你别等是惹主人生气好不好 我正在工作呢 你在这里干嘛呢 简大帅你看 又把这里弄得乱七八糟的 你总是惹我生气 还一天天到晚要出去流浪 你去了就不要回来了 主人对不起 我不应该惹你生气 我更加不应该赌气出去流浪 我好想你啊主人 天马上又要下雨了 我好累啊 又累又饿 我今天就躲到这个垃圾桶里 睡一晚吧 大家想看我更多的流浪故事吗 记得关注我哦 拜拜